我們請各位翻到《創世紀》第四章 《創世紀》第四章 今天我們來看 雅伯和該隱的故事 《創世紀》第四章 我們會從第一節讀到 第十六節 《創世紀》第四章第一節到十六節 找到我們一起起立來讀神的話 《創世紀》第四章第一節到十六節 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 夏娃就懷孕生了該隱 便說耶華使我得了一個男子 又生該隱的兄弟雅伯 雅伯是牧羊的 該隱是種地的 有一日該隱拿地裡的出產為公物獻給耶華 雅伯也將他羊群中投身的和羊的自由獻上 耶華看中了雅伯和他的公物 只是看不中該隱和他的公物 該隱就大大地發怒 變了臉色 耶華對該隱說 你為什麼發怒呢 你為什麼變了臉色呢 你若行得好 岂不蒙怨吶 你若行得不好 罪就浮在門前 他不必戀目你 你卻要制服他 該隱與他兄弟雅伯說話 二人正在田間 該隱起來打他兄弟雅伯 把他殺了 耶和華對該隱說 你兄弟雅伯在哪裡 他說我不知道 我岂是看守兄弟的嗎 耶和華說 你做了什麼事呢 你兄弟的血有聲音 從地裡向我哀告 地開了口 從你手裡接受你兄弟的血 現在你必從這地受咒詛 你種地 地不再給你效力 你必流離飘荡在地上 該隱對耶和華說 我的刑罰太重 過於我所當 你如今敢逐我離開這地 以致不見你面 我必飘漏在地上 凡遇見我的必殺我 耶和華對他說 凡殺該隱的必遭暴七倍 耶和華就給該隱立一個記號 免得人遇見他就殺他 於是該隱離開耶和華的面 去住在東邊羅德之地 我們一起祷告 主我們來你的面前來讀到這段 人類最早的歷史 主我們來 求你自己用你的聖靈打開我們的眼睛 看到我們今天 可以學習的部分 這是一段痛苦的歷史 但也是事實 這樣的歷史 這樣的故事 仍然今天在我們的四周圍 在我們所住的城市 在我們所住的國家 不斷地發生 主你怜悯我們 因為我們是這樣的罪人 也可憐我們 也恩待我們 使我們有盼望 祷告 風雁出了名 阿們 各位請坐 這個據說是人類第一次世界大戰 死了四分之一的人類 不過這個據說有點錯誤 因為那個時候呢 稍微跟你講一下背景 其實亞當夏娃已經生了不少的孩子 所以不是只有這四個人 但是這四個人好像是一個很重要的故事的中心 我們開始看一下創世紀五章三節 給我們看到亞當活到130歲 生了一個兒子 形象樣是和自己相似 結果給大家請名叫賽特 所以這個賽特是他第三個重要的兒子 所以在130歲之前 亞當已經生了許多的孩子 所以這是一個背景故事 所以你要大概知道 這個地球不是只有四個人類而已 的確他們已經生養眾多了 第四節 第五章第四節就說 亞當生賽特之後 又再世800年 並且生兒養女 亞當共活了930歲就死了 所以生兒養女 亞當生了許多的孩子 沒有記載在聖經中 一一的記載 聖經的故事記載一個重要的故事 所以 大概讓你知道一下這個整個事件的歷史背景 那亞當夏娃生養眾多呢 也是神的恩典 是值得感恩的事情 他們兩個沒有離婚 你們想過這問題 亞當夏娃可能可以責怪對方 到最後兩個人 一個住地球的東邊 一個住地球的西邊對吧 我再也不想見到你 可是他們裡面有盼望 有住的恩典 主跟他們說你們要生一個孩子 將來女人的後裔要践踏 那是害你們的蛇的頭 所以 這兩個人就在這樣子的盼望 應許的恩典底下繼續生活 這是夫妻婚姻生活真正的一個 恩典對吧 你是有盼望的 所以我們一起活在一起 要不然真的就是 你看亞當看夏娃 兩個東看西 左看右看就是討厭 就是你害的不是才是你害的 所以到那最後他們 但是感謝神沒有離婚 對吧 這個你們也沒注意到的 但這的確是神的憐憫 他們的信心 相信神要拯救他們 使他們在愛中生活 所以亞當夏娃是有信心的人 再來我們再看第二個這個整個背景 這個亞當一百三十歲之前 生了不少孩子們呢 該隱已經和他其中的一個妹妹結婚了 在四章十七節 我們剛才沒有讀的經文裡面 該與妻子同房 他其實就懷孕生了以諾 這是他被放逐之後的事情 那可見他一定是被放逐前就結婚了 因為誰要嫁給一個放逐的人呢 第二個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當時就是娶自己的妹妹姐姐為婚姻的伴侶 那個時候是一個也沒有別的方法對吧 那這個結婚的方式一直沿用到亞伯拉罕的時代 都還是常見的 亞伯拉罕娶了自己的half sister 就是同婦異母的妹妹 所以這在當時並不是一個極為醜聞的一件事情 上帝明文禁止 兄妹互相結婚是到摩西時代才明文禁止的 那最有可能的解釋就是因為它會產生基因的 基因的不斷的退化 產生的這個人的這個產生的畸形 或這種產生出來的殘障 所以在當時呢 是人的基因是完美的 他們這麼結婚並沒有什麼不可以 OK 所以這是幾個背景 第三個背景呢 該隱的名字 這邊經文稍微有提到 夏娃給這個男孩請名叫該隱 Ken 這個名字呢 原文是我從耶和華得到了一個人 我得到了一個人 你看出這個名字裡面充滿了盼望對吧 上帝上帝給我一個人 我有盼望 這個亞當夏娃有後裔 將來要踩蛇的頭 這個人出現了 所以他們的盼望 全都集中在這個孩子身上 我從耶和華得到的那個人 將來要踩蛇的頭 就是他 這叫做世界上最美麗的誤會 不是他 那我們後來看經文就知道不是他 可惜父母所有的寵愛 都聚集在這孩子身上 另外一個孩子呢 叫亞伯 亞伯呢 是早晨的霧氣 水蒸氣 一口氣 也就是這個孩子到底重不重要 亞伯重不重要 台灣話叫做蒙氣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 就是有跟沒有都沒關係 反正就養在那 這個就是亞伯 早上有的雲霧晚上就 也有的神學家認為 他可能是夏娃活在這地上 人生是一口嘆息 所以給他取這個名字 不過你可以感受到這兩個兄弟之間 連名字的差別都這麼大 一個是上帝給我的 一個是有早晨的霧 有沒有 一下就消失 然後你可以感受到的 這個 該隱從小受到父母的關愛 專注 亞伯是空氣 對吧 看到他跟沒看到一樣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子 人生的成長經驗 你可能是該隱 父母 主父母 兩邊的主父母 你是唯一關注的對象 或者你是那個 你可能說 不是我是那個亞伯 我是那個空氣 父母看到我跟沒看到一樣 他們吃飽了 我都還沒吃 他都不知道 亞伯就是這樣的孩子 在聖經裡面 當時就有這個偏心 亞當夏娃他們以為救恩到了 救恩靈到了 我們可以回伊甸園了 我們得永生了 這個劍踏蛇的孩子來了 全部的關注都在該隱身上 亞伯就是空氣 你也知道該隱並不是不爭氣的孩子 你可以看到這裡頭 聖經經文說 該隱是種田的 對吧 他是種地的 種田呢 就是代表他是努力的一個孩子 他沒有說該隱是鬼混的 沒有啊 聖經沒有講 該隱整天遊走好賢等著彩蛇 No 他努力工作 你知道農人是很辛苦 種田是很辛苦 首先你要鬆土 要除草 你要灌溉 對吧 你要把水拉來灌溉 要施肥 要在合適的季節 種 在合適的季節收 收後 要打鼓 打鼓要收藏 所以農夫的生活呢是很規律的 什麼時候該做什麼 他是一個規律生活 正常生活 努力 辛勤流汗的一個人 所以我們從小 從小的時候 吃飯的時候都會被教訓 每一顆米都要吃乾淨 還有據說還有一首詩什麼 誰知盤中孫歷歷皆辛苦 我也不知道孫 為什麼叫盤中孫 為什麼叫孫 到現在沒有好好查過這個字 但是就是那顆米 每一顆都很辛苦 代表農人是辛苦的 你不能就傻了 就不管對吧 他是那個 就是要花時間 花流汗 你沒做過的 你就知道這個 蹲在那除草 兩個小時 你就站不起來了 我每次看辛蘭長老在 春天秋天在教堂外面 種啊拔啊 我都非常感恩 然後我就去倒垃圾 哈哈哈哈 因為種田是很辛苦的事情 這個 蹲在那 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 該隱 不是懶惰的人 OK 我要給你看到的是一個 該隱不是一個 有父母寵愛 然後就交種 啥都不做的人 他是努力的人 他不是那種 整天鬼混 有所好險 讓父母擔心 傷心的孩子 他很努力 他收穫也不錯 對吧 他年底還可以有 奉獻的時候 所以給你看到一個 這個大概的樣子 這個家庭 父母很愛這個孩子 孩子也很努力工作 雅伯呢 雅伯呢 雅伯幹嘛 他說他幹嘛的 神經說他幹嘛的 放羊的 放羊的孩子就比較 血液一點 牧羊人的生活 就跟農人 稍微不太一樣 不太有規律 今天這兒有草 就在這兒 對吧 明天就換個地方 有草就在這兒 沒有那咱們再找個地方 那羊在吃草你在幹嘛 就坐在那兒對吧 你能幹嘛 你幫牠吃 你餵牠吃 你不用嘛 啥都不用做 你就帶牠到有草的地方 牠就吃 所以你知道 牧童常常都會有看到 牠們吹笛子啊 牠們看著 天上的白雲做夢啊 這是很血液 很relax的生活 大衛王以前就是牧羊的對吧 所以牠情談的特別好 這有原因呢 牠別人 改引在那流汗 弄了半天灌溉 挑水 挑糞 對嗎 這個 亞伯幹嘛 坐在那兒看羊 今天天氣不錯 這個 而且你知道亞伯的時代呢 可能還沒有野獸吃羊 因為動物互咬是 這個吃動物是洪水之後的事情 所以這個亞伯的人生可能 not too bad對吧 輕鬆寫意唱唱歌 在草地上奔跑喝羊奶 年底呢就比較忙一點 剪剪羊毛 然後有獻祭 這是亞伯的生活 那父母可能也不太管他 算了這孩子本來就是一口霧氣 結果他要幹嘛幹嘛 養羊就去養羊 哪個孩子好 來問你一下 哪個是好孩子 懷智偷笑 哪個好孩子 懷智講一下 哪個是好孩子 乾隱不錯啊 乾隱是好孩子對吧 你如果有兩個兒子 你會比較看重哪一個 哪個先結婚 亞伯好像沒談到 還有妻子對吧 誰想嫁在一個整天 在那邊唱歌的人呢 那個種田的人 有收藏的 哪個還是好 哪個還是讓你做父母的擔心 你們當中做父母的不少 對吧 我們當中哪個還是好 沒有妹妹想嫁給亞伯 今天在這兒 明天到哪兒都不知道 誰要嫁他 所以可能連老婆都沒有 這個木良人整天就在那邊看星星 數白雲 唱歌 剪羊毛 但他培養了出一個樂天 愛主喜樂的生活 該隱呢 卻成了一個整天籌算 看起來不怎麼快樂的一個人 很容易生氣 你慢慢感受到 主愛牧羊人 這也是神經裡面很奇怪的事情 亞伯拉罕是牧羊的 雅各是牧羊的 約瑟是牧羊的 摩西是牧羊的 大衛是牧羊的 天使在聖誕夜裡 在野地裡跟誰顯現 跟牧羊人顯現 耶穌說祂是好牧羊 What 這到底是什麼情形 為什麼阻礙這個牧羊人 今天管理教會的人叫做牧者 牧師 很奇怪吧 這聖誕實在很奇怪 你越讀聖誕你越思考 我就發現 上帝的價值觀跟我們的價值觀是相反的 你看完的背景之後 你看看他們兩個的宗教生活 這兩個人一個努力工作 一個牧羊 猶哉 可是你看看他們的宗教 他們兩個人代表的兩個聖經中最重要的宗教 一個是善行的生活 一個是信心的生活 我們來思考這兩個人的宗教 該隱的宗教是以交易為本的 以善行為途徑 以自我開心為目的 這是該隱的宗教 有一日第三節說 該隱拿地裡的出產為公物獻給耶和華 他有沒有做錯事情 他有沒有做錯事情 他去教會他奉獻 對吧 有沒有做錯事 我們有些人還沒奉獻對吧 這個人沒有做錯事情 他有沒有做錯事情 他做對幾件事情 我要特別提出來 該隱做對的幾件事情 第一 他信獨一的神耶和華 他有沒有拜假神 沒有吧 他沒有跑去獻給巴黎對吧 他沒有獻給其他的神 他獻給耶和華 他信獨一的神耶和華 他沒有拜假神 沒有拜偶像 他信真神 OK 第二 他獻上禮物 他盡了自己的本分 來表達對神的感恩 他奉獻 第三 他平時努力工作 所以他怎麼說都不算是壞人 在人間 該隱是負責的好人 他沒有辜負父母對他的期望 他的自我形象良好 相當不錯的一個人 該隱的問題在哪裡呢 就在於交易 他以善行奉獻作為 跟上帝做買賣的一個手段 最後使自己開心得滿足 從哪裡看出來 從第四節 他們說 經文說到耶和華看中了亞伯和他的公物 只是不看中 看不中該隱和他的公物 該隱就怎麼樣 哇 爆了對吧 大大的發怒變了臉色 臉很難看 上帝 你再想一想 上帝看中了亞伯的禮物 開心的收下了 我們不知道他怎麼表達的 有的人說他可能是上帝降火就燒了亞伯的獻祭 或者是上帝就顯現很開心的 發出聲音讚揚亞伯好禮物 不論如何這個表態是很明顯的 讓該隱立刻看出來 他的東西呢 主就放在那邊看都不看 他帶了一大堆生菜沙拉蔬菜 主吃肉不吃菜 碰都沒碰 What is going on 對吧 你們做母親的 做父親的你煮好了飯 孩子那個菜 碰都不碰 只吃那個肉 該隱不爽了對吧 什麼意思嗎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不是上帝愛吃肉不愛吃菜 不是 等一下我們來看為什麼上帝 上帝看中了亞伯的禮物 不看中該隱的 怎麼搞的 該隱看主不喜歡他的禮物 其實他正當的回應應該是悔改 應該是羞愧 對吧 我送一個禮人家不喜歡 對吧 你去見一個大官 見國王 你帶一個禮物 國王放那裡 你應該是羞愧 不好意思 我帶了啥東西來 沒想人家要什麼 你可能下次說 我下次送好一點 對吧 這是一個謙卑的人 該有的態度 今天我送禮物給主 主不喜歡 下次可能 回去想一想吧 看看主喜歡什麼 來討他的喜歡 沒有他不是 他反而大怒 他幹嘛生氣 因為他自尊心受傷了 對吧 主啊你大膽 本王送的禮物你敢不愛 就是這個意思 他到底誰是上帝 他是上帝 我送你是看你 是給你面子對吧 你竟然不要 他生氣了 但是 你知道這個 送禮奉獻服侍主呢 本來是給主的 可是該贏呢 是來交易的 他是來得到自己滿足的 所以我們在教會裡面 特別強調 在收奉獻的時候 也會說 如果你還不是基督徒 還不明白奉獻的疫情 不要奉獻 也是這個原因 因為我們怕有人奉獻是 喔 主啊 在這兒消費 不好意思 沒給點小費 我們怕你有 錯誤奉獻的動機 就變成像該贏一樣 所以如果你還不明白奉獻的意義呢 不要奉獻 該贏生氣呢 但你要知道 該贏呢 他的生氣 是有修養的生氣 他沒有真正跟主叫罵 你可以看到他 他的怒氣發在誰身上 發在雅伯身上 而且這個生氣呢 是主看出來的 主說你幹嘛生氣 所以這個 該贏你要慢慢可以看出來 他是一個有修養 有道德 努力工作 行善的一個人 他是真正的法利賽人 他是真正的假冒為善的人 他是真正的道德人 他生氣的時候 他不敢跟上帝生氣 他只有跟他的弟兄姊妹神氣 他在雅伯獻完祭之後 他怎麼辦 聚完會後 他在外頭把 停車場把雅伯叫來 雅伯叫來對吧 雅伯來來跟妳講一下 雅伯這個孩子 天生牧羊人就很樂天 我在UP碰到一個牧羊人 很好的基督徒牧羊人 他真的就很開心很樂天 我們兩個聊得很開心 他說 You are a shepherd too 他說Yes yes me too 牧羊人他沒有心機 他整天跟羊在一起 他沒有想到人家會害他 所以雅伯就跟甘尹去旁邊說話 甘尹就把他做掉了 做得很乾淨 看起來像意外 對吧 做得乾乾淨一點 甘尹第八節說 甘尹與他兄弟雅伯說話 料人正在田街 甘尹起來打他兄弟雅伯就把他殺了 道德人士做事情都很乾淨 把一個牧羊人弄掉 不會有人知道的 他做得很乾淨很漂亮 甚至到一個程度 上帝問他他還裝甲 對吧 I don't know 亞伯呢 我又不是看我弟兄 你知道這個看守是誰的工作 不是啊 亞伯幹的活是什麼 就是看守羊群對吧 你看英文都很清楚 I am not a keeper of my brother 我又不是幹這行的 看守那個是亞伯的工作 你幹嘛問我 所以他裡頭那個很諷刺 他很很厲害 甘尹這人很厲害 我看到這真的毛骨爽人 他講這種話他說 I don't know 我又不是幹這行的 這個看守羊群 看守兄弟 這不是我的事 他做得很漂亮 這個道德人做得很漂亮 耶穌對這樣子的宗教 道德性的宗教 做了最後的審判 在馬太福音23章29節 耶穌做了這樣的審判 他說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 和法利塞人有禍了 因為你們建造先知的墳 修飾一人的墓 說若是我們 在我們祖宗的時候 必不和他們同流先知的血 這是他們在講什麼 就是他們去修耶利米的墳墓 以賽亞的墳墓 把它弄得很漂亮 然後紀念以賽亞 紀念耶利米 這些被他們祖先殺害的先知們 他們說 要是我們在那個時候 我們才不會做這種事情 耶穌說什麼 這就是諷刺的地方 這就是你們自己證明 是殺害先知的子孫 你們去充滿你們祖宗的惡貫吧 你們這些蛇類毒蛇之種 只能逃脫地獄的刑罰呢 也就是你們祖宗殺人 你們修墳墓 正是因為你修墳墓 獻出你們的惡來 34節 所以我拆遣先知和智慧的人 並文師到你們這裡來 你們有的要殺害 要釘十字架 有的你們要在會堂裡鞭打 從這層追逼到那層 這就是後來使徒行傳所記載的事情 使徒們傳福音 他們就追著他們殺他們 35節說 所有教室上所流藝人的血 都歸到你們身上 從藝人誰 亞伯的血 該隱就是法利塞人 第一個宗教人士 他在教會獻祭奉獻 事奉努力工作 把他看不順眼的人殺掉 從藝人亞伯的血 直到你們在墊和壇中間所殺 巴拉加的兒子 撒加利亞的血為止 這耶穌坦到最後一個賢職 撒加利亞 被殺的那個時候 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一切的罪都要歸到這世代 該隱就是這樣的人 外面看起來是好人 裡面充滿了仇恨苦毒 而且他以為神不知道 但是第十節耶和華說 你做了什麼事呢 你胸利的血有聲音從地裡 向我哀告 他是一個這樣的人 外表看起來努力工作 看起來是好學生 PhD 就跟上次華牧師所談的 那個魯剛一樣 PhD 好學生 奴隸工作的人 你是這種基督徒嗎 這必須要來思考的問題 信仰告白沒問題 使徒信經教理問答 你都同意 對吧 該隱沒問題 他是一神論的人 他沒有拜別的假神 但你卻既仇 既恨 你是這樣的人嗎 沒有喜樂 來教會 就是討神的喜悅 對吧 你可以講的很 很開心 我來討神喜悅 我來侍奉神 我來加入組織 我來幹活 我來奉獻 我來得稱讚 但你恨你的弟兄 你恨你的姐妹 他竟敢批評你的侍奉 他竟敢在你講話 查經的時候講話打斷你 他竟敢傷你的自尊心 咱們走著瞧 就是這樣 記恨 或者咱們走著不瞧 對吧 就是看到他 你就走另外一邊 你是這樣的基督徒嗎 約翰一書 約翰一書三章十一節 我們一當彼此相愛 這就是你們從起初所聽見的命令 不可像誰 幹因這名字一直出現 不可像幹因 他是屬那二者 殺了他的兄弟 為什麼殺了他呢 因自己的行為是二的 兄弟的行為是善的 我們因為愛弟兄 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 什麼叫做你知道你重生了 就是你可以愛你的弟兄 你已經重生了 沒有愛心的人住在死亡中 反正恨他弟兄的就是殺人的 OK 所以幹因的那個第一個罪 上帝說你罪要在門口 俯伏等你 對吧 你要制服他 當你這個恨在裡頭的時候 你知道幹因就是這樣 都是亞伯害我 我原來是奉獻好好的 要是沒有亞伯奉獻呢 上帝不要也得要 他就是這樣的人 他不會想到是我的錯 都是亞伯害我難堪 上帝就喜歡他不喜歡我 你看 要是沒有他 上帝就喜歡我 那我就把它弄掉 這是一個罪人裡面 最邪惡的一種思想 別人的好顯出你的惡來 我們因為愛弟兄就是 第15節 凡恨他弟兄就是殺人的 你們曉得凡殺人的 沒有永生存在他裡面 人若說我愛上帝 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的 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 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上帝 愛上帝的也當愛弟兄 這是我們從上帝所受的命令 該隱就是這樣說謊 對自己說謊的人 也對別人說謊 他以為自己愛神 他以為他自己侍奉奉獻 他也騙了神 他也騙了自己 這是該隱的宗教 我們來看亞伯的宗教 亞伯的宗教是什麼 他是以愛為本的 他是以信心為途徑 以享受主的同在和榮耀他為目的 我再重複一次 該隱的宗教 該隱是以交易為本 善行為途徑 自我開心為目的 亞伯是以愛為本 信心為途徑 以享受主的同在和榮耀為他目的 亞伯的宗教是什麼 在第四節亞伯也將他從羊群中 投身的和羊的自由獻上 耶和華看中了亞伯和他的公物 他把他最愛的羊 羊群中最愛的羊獻給主 牧羊人對羊是有叫名字的 就像你給你的狗你的貓起名字一樣 你還能給別的東西起名字 有人給車起名字 還給什麼東西起名字 鯨魚 牧羊人是給羊起名字的 他是按著名字呼喚這些羊 所以他把他最愛的羊獻給他最愛的神 這就是他的信心 就這麼簡單 他信神 他把他最愛的獻給他更愛的上帝 上帝要的就是這樣的信心 就是這樣的愛 上帝愛亞伯的禮物不是因為上帝吃肉 是因為亞伯的信心 詩篇五十篇第十二節 很多當時猶太人就有這個 以為這個錯誤的美麗的誤會 以為上帝愛吃肉 四篇五十篇 上帝說 我若是饑餓不用告訴你 謝謝 謝謝 因為世界和其中所充滿都是我的 我起吃公羊的肉 你以為你來聖殿 獻牛獻羊 我來吃的嗎 我起喝山羊的血呢 你們要以感謝為祭獻於上帝 又要向至高者還你的願 雅伯的禮物之所以蒙上帝悅 是因為信心 信伯來書十一章第四節這麼說到 雅伯因著信 獻祭於上帝 這是那整篇信心 信心之章 那整篇裡面第一個信心之人 就是雅伯 很美的一個信心 他因為信上帝 献祭於上帝 你說甘寅也信 甘寅不信 他信他自己 他看起來他是信神的人 可他不是 雅伯因信 比甘寅所献得更美 因此便得了誠意的見證 就是上帝指著他禮物做的見證 他雖然死了 卻因著信仍舊說話 雅伯到今天仍然在對我們說話 他的信心對我們說話 你知道我以前在侍奉的教會 有兩個年輕人 都幫教會彈鋼琴 侍奉 一個在練琴的 練琴完畢呢 立刻詩歌本和尚走人 彈完了OK 走他就走了 另一個呢 在練琴完了以後呢 還會留在那裡 多彈幾首詩歌讚美組 在那裡 反正不是特別想立刻走 你看哪一個人比較愛音樂 哪一個人比較愛讚美神 這應該很容易看對吧 我不再說你們現在 我說我以前的人 你不要對號入座 哪一個人只是來教會幹活的 你說他有沒有錯 他沒錯啊 練完他該練得 啪 和尚書就走了 他有沒有做錯事 沒有 他需不需要受教會懲戒 不需要 He's a good guy 哪一個是愛上帝 愛讚美的 哪一個是來幹活的 你要知道 主耶穌不是在乎你幹了多少事情 他也沒有責備 該贏奉獻 他也沒有責備 你知道他裡面沒有責備 他只是說我不喜歡這個 但是他們並沒有嚴嚴的責備 這不輸 因為他這不是問題 做善事不是壞事 上帝不會責備你做善事 可是他真的就喜歡亞伯 這個孩子 這個單純的孩子 他喜歡馬利亞那種單純的孩子 馬大跟馬利亞 你記得嗎 他喜歡馬利亞那種單純的孩子 坐在那數雲看白雲發呆的孩子 上帝喜歡這個孩子 路加福音裡面就有一個故事 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八節 他們走路的時候 進了一個村莊 有一個女人名叫馬大 接她到自己家裡 還有一個妹子名叫馬利亞 你們很熟悉的故事 在耶穌腳前坐著聽她的道 一個在廚房忙 馬大事後的事多 心裡忙亂就進前來說 主啊我的妹妹留下我一個人事後 你不在意嗎 don't you care 主說 not really I don't really care 請吩咐她來幫助我 耶穌回答說 馬大馬大你為許多事 私利煩擾 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I really care about one thing 馬利亞已經選擇 那善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 主在講話的時候 然後馬利亞就在那 就在那聽著 她就坐在耶穌腳邊 那亞伯就是 坐在那裡 看著白雲 看著藍天白雲 唱歌讚美神 她就是一個傻孩子 她不是一個 很有心思的孩子 但是那個 姐姐馬大就很忙對吧 客人來這裡 水 菜 煮菜 然後甜點對吧 她想了整套還有酒 她想了一大堆東西 馬利亞就坐在那邊聽到 受不了 這個馬大的神學也很不錯 我在講這個時候 我真的很謹慎 我不希望你們 以為我就是很討厭馬大 我不是很討厭馬大 她的馬大的神學也不錯 教義很正統 可是她就好像很忙 沒有辦法跟主多花兩分鐘講話 在約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一節 拉撒路那個事情 馬大就對耶穌說 主啊你若早在這裡 我兄弟必不死 也沒錯對吧 就是現在我也知道 無論你無論向上帝求什麼 上帝也必賜給你 他講這話也沒錯 馬大有講的話都沒錯 耶穌說你兄弟必然復活 馬大說我知道 在末日復活的時候 他必復活 耶穌說對他來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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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他原文就是 I am resurrection I am life 我就是復活 信我的人雖然死了 也必復活 凡貨者信我的人 必永遠不死 你信這話嗎 馬大的信仰告白怎麼樣 他的教理問答怎麼樣 不錯吧 他說主啊是的 我信你是基督 這個跟彼得的那個宣告 是不是一樣 You are the Christ 他說他的教理問答很棒的 這個馬大從小背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這麼厲害 他真的就很厲害 你是上帝的兒子 就是要臨到世界的 主聽完有沒有稱讚他 很奇怪 因為看到這個兩個的差距 彼得講完 耶穌說什麼 彼得這不是血和肉指示你 這是天上的父指示你 馬大講完主就 然後馬大就走了 28節 馬大說了這話 就回去暗暗的叫他 妹子瑪利亞 說父子來了叫你 他就是很忙的一個人 跟耶穌講完了 掉頭就走 耶穌 真的想稱讚你都沒時間 然後你就 走了 馬利亞呢 聽到耶穌來怎麼辦 他就抱著耶穌腳哭對吧 他神學怎麼樣 根本看不出來 馬利亞神學好不好 I don't know She never even talk 但是把耶穌弄哭的那個人是誰 就是馬利亞 把耶穌給哭到心都軟了 哭到心都碎的那個人 就是馬利亞 那個讓耶穌心疼的孩子 就是馬利亞 圓安福音是一章三十二節 馬利亞到了耶穌那裡 看見他就伏在他 叫我前說主啊 你若找在這裡 我兄弟必不死 跟馬大講的是一樣 但是他是哭在 跪在那裡哭 耶穌看他哭 並看見 與他同來的猶太人也哭 就心裡悲嘆又甚憂愁 便說你們把他安放在哪裡 他們回答說請主來看耶穌哭了 這個是一個愛主的人 主也愛他 神學好不好 I don't know 看不出來對吧 教理問他有沒有背好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背好 看不出來 可是把主弄哭的孩子是他 主心疼的孩子是他 主心疼的孩子是亞伯 那個老大很乖 沒錯 可是主心裡疼的是那個 你要看到主的心 跟我們真的不一樣 所以我們必須來問一個問題 你到底是誰 在你自己信主信仰的宗教歷程裡面 你到底是誰 你到底是該贏還是亞伯 你到底是想多花點時間陪陪主的那個孩子 還是就是忙著幹活 送禮 獻祭 交易 做好人際關係 還是那個丹丹的愛主 傻傻信他的那個 傻到給人家害都不知道的那個傻孩子 現在就是這兩種人 一個該贏 一個亞伯 你是誰 這兩個宗教看起來都在教堂裡 看起來都是一神論的人 看起來都信仰上帝 你是誰 最後神會審判對吧 其實神知道 神也會做最後的審判 耶和華說你做了什麼事呢 第十節 你做了什麼事呢 你兄弟的血有聲音 從地裡向我哀告 地開了口 從你手裡接受你兄弟的血 現在你必從這地受咒詛 你種地 地不再給你效力 你必流離飄蕩在地上 該贏對耶和華說 他真的是討價還價的人 做生意的人 永遠是討價還價 他用善行跟主交易 他說這個這個這個不太公平 我幹了這麼多好事 你就這麼罰我 其實主可以怎麼罰他 可不可以立刻殺他 主可不可以立刻殺他 可以的 殺人犯主可以立刻殺他 主沒有立刻殺他 主給他幾個 對吧 咒詛你種地 地不再給你效力 他說我的心罰太重 過於我所能當的 你如今敢主我離開這地 一直不見你面 我必流離飄蕩在地上 凡遇見我的必殺我 就是其他的兄弟姐妹們 耶和華對他說 凡是還該贏的 必招暴七倍 還保護他 耶和華就給該贏 立一個記號 立什麼記號我們不知道 大概是tattoo 大概是 什麼 或者是Harry Potter的記號 我不知道他立什麼記號 反正人遇見 免得人遇見就殺他 於是該贏離開耶和華的面 居住在伊甸東邊羅德之地 耶和華為什麼沒有殺 該贏 立刻殺該贏呢 我想大概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 其實也差不多了 種地種不出來 流亡 也是一個非常慘的 的確是一個很慘的懲罰 第二個原因主 你如果看創世紀 第四到第六章 主要人知道 人是全然的墮落的 這是這整段經文裡面 最重要的神學議題就是 人全然的敗壞 total depravity 全然的墮落 就是在宗教行為裡面 也被罪玷污了 人的全然墮落 會造成最後的滅亡審判 就是洪水的審判 上帝讓亞伯和他子孫 活出來給你們看 人若沒有上帝的恩典 就是跌入全然的敗壞 到最後滅亡 第三個原因呢 夏娃一天已經死了一個孩子 已經共難過了 上帝憐憫了他 沒讓他一天死兩個 但是也是差不多了 因為那個孩子被趕走了 這個在沙默爾記下 十四章 約亞將軍 设法讓亞沙龍回來的故事 是一樣的 但我今天就不多 不多談這個 兩個孩子的比喻 主希望罪人悔改 他沒有立刻 不給 該隱悔改的機會 但我們看到該隱 實在沒有悔改 他今天也給我們機會悔改 我們不能再用這種 善行來跟上帝做生意 上帝不討厭善行 但你不能用善行 來患得永生 上帝要的是你的信心 信心就是像亞伯一樣的信心 單純的信心 像孩子的信心 主要的就是這個信心 主要我們今天也有機會來悔改 我們一起來禱告 我們一起來禱告 祝我們來在你面前來 也來認罪也來謝謝你 祝你 記載著這樣的事情 你的話就像一面鏡子 照出我們裡面的真實 我們在你面前無所遁形 我們可以騙得了自己 但卻騙不了你 主願你赤下悔改的心 主讓我們不是在你面前 跟你做生意 我們來教堂 不是只是讓自己感覺良好 而是我們真的想花點時間陪陪你 聽你的話 跟你有時間禱告 唱詩 盡情的唱詩讚美你 主我們不是用什麼禮物 喜歡以為這樣就能討你的喜悦 主你自己預備了禮物 你是我們的禮物 你代替了我們 主我們 求你自己憐憫我們在座的每一位 主讓我們 真的就是單純地相信你 單純地愛你 在這個邪惡淫亂敗壞 謀殺的世代裡面 主你給我們一個雅伯的心 單純地愛你 祷告奉耶穌的名 阿們 我們也來領聖餐 今天是我們一個月一次來紀念主 再強調聖餐 不是你給主什麼 而是主給你什麼 基督教永遠是這樣 我們不是來給主什麼的 我們是從主來領受的 在哥林多前書十一章二十三節 我當日傳給你們的 原是從主領受的 就是主耶穌被賣的那一頁 拿起餅來 注謝了 就撥開說 這是我的身體 為你們捨的 你們應當如此行 為的是紀念我 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 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 你們每逢喝的時候 要如此行 為的是紀念我 你們每逢吃這餅 喝這杯 是表明主的死 只等到他來 所以無論何人不按理 吃主的餅 喝主的杯 就是乾飯主的身 主的血了 人應當自己醒茶 然後吃這餅 喝這杯 醒茶什麼呢 其實就是你是不是真正愛主的人 若不分辨是主的身體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因此在你們中間有好些軟弱 與患病的死的也不少 我們若是先分辨自己 就不至於受審 我們受審的時候 乃是被主懲治 免得我們和世人一同定罪 所以就是主給我們的吩咐 讓我們在這裡領聖餐 紀念主已經完成了 紀念那真正的雅伯 真正的受害者 真正的無辜的人 真正單純愛主的人 其實祂是耶穌 舊約的所有人物都指向耶穌 我們在這裡紀念 祂的信心 祂所給我們的身體 我們請來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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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來禱告